准台北市长蒋万安当选至今 小内阁名单迟迟没有公布 博先生传出蒋万安三顾茅庐 昨天前高雄市副市长李四川 博者请出了韩国瑜来游说 蒋万安更是亲自带着怀孕六个月的太太登门拜访 传出已经获得了李四川点头 但是李四川今天低调回应媒体 说人事的事情还是由蒋万安市长宣布比较好 而至于其他被点名的副市长人选 欧静德表示自己年纪太大 不过另外国民党立委林一华 是否会接任副市长 动向也备受关注 蒋万安锁定前高雄副市长李四川 却支持魏霍点头答应 传出上周末韩国瑜出席餐序 蒋万安突然直奔现场 拜托韩总劝说李四川 随后更带着怀孕六个月的妻子登门拜访 近李四川无论如何要帮忙也传出 李四川已经点头答应 万安市长他秉持用人为才的一个概念 一再地去跟李四川副市长来做一个肯托 立法委员林一华女士 至于前一天陪同出席交接的国民党立委林一华 以及前北市副市长欧静德 也都被传出是可能人选 总共有三个副市长啊 你们猜得可以猜得到你说的 非常接近的 不太可能的事情 他有很好的团队 我是什么年纪的人啊 欧静德言下之意似乎已经婉拒 林一华是留任立委 还是入阁 还是未知数 至于蒋办核心 主任央邦俊 可能接下市长办公室主任 蒋万安学长余震华也被披露 可能担任副邦读董 现任市长柯问哲 前一天才算蒋万安 别煮成稀饭 担心他这样子饭闷太久会烧焦 会被稀饭 我想会煮饭的人都知道 水加多了 他才会变稀饭 水跟米的一个比例 刚刚好的话再闷一下 会更香更好吃 蒋办发言人妙达 小内阁筹备 毕竟新市府人士各方关注 蒋万安鸭子划水 抢人才不遗余力 接着我们讲李世荣 台北部导